堆砖 大屋顶 亲钩背的孩子也和大人一样 忙着要盖自己的家 这也是他们长大后的愿望 家在他们心中 已经是爱的代名词 慈继持续在亲钩背 原件受损房屋 也为部落带来爱的气悬 不只是在部落里 走出部落外 热闹的市集 都知道慈继正在做的事 菜市场的菜饭 只要看到志工来买菜 总是会多放一把 一把菜是他们对灾民的祝福 艾琳娜菲自己的家也半岛 但她捐住了1500块砖 帮助受灾乡亲 而且每天更是步行一小时 加入烹煮午餐的行列 即使是不同的部落也愿意来帮忙 他们知道只有互助合作 才能够让家园更加稳固 在新闻杨锦惠 黄其炉 李承佑 马拉威报道 一份爱心能卫生